事件是没有是非害怕 是非害怕的对错 这句话是不是包含了事件的一切法 你说什么啊 我听不清楚啊 我是说 这事件是没有是非害怕的对错 这句话是不是包含了这事件的一切法 对啊 事件有什么对错啊 我告诉你啊 有轮回就是有罪业 就是有善业 实际上大家就是在报这个业 有什么对什么出的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问你你烧饭的时候 你今天酱油放上去了 放了太多了是不是颜色就红了 你说这是对的错了 它放进去它就会红 对不对啊 你今天盐放了多了它就咸 这有什么对错啊 对是你放的 嗯 你只要放了盐了它就咸了 你只要今天油加了多了它才就是飘在油上 你说有什么对错 嗯 明白了吗 所以就是这事件的就是都是由缘分促成的 所以就不能就是如果我们有抱持这个理念的话 就会在人间过得比较自由快了 对吧 对对对对 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当然就活着自在一点了 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今天活着痛苦当中啊 嗯 因为主人他们认为因为他们因为自己能力比别人好 但是不能位置高位所以他们会走错路 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